大星能不能做自热火锅还原系列 这个粉丝提的意见非常好啊 如果真的有粉丝想看这个自热火锅还原的话 在弹幕区呢麻烦各位抠个1啊 到时候我看一下人数多不多 如果多的话呢 咱们到时候就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系列 叫做还原自热火锅系列 星哥你可以挑战一下去超市里面买别人购物车里面的东西 把别人的购物车给买回来 你这个问题怎么问的感觉好别扭啊 如果说我碰到一个女生啊 他买的购物车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女生用的 那我一个男生我买过来干嘛呢 抽来当粉丝福利吗 大星蟹黄方便面你啥时候做 各位先生们们大家好 我是大星 那今天这条视频呢 咱们就来还原一下 某师傅在0809年初的蟹黄鲍鱼面 这款面呢 虽然说现在呢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 所以呢 它原版的方便面的味道呢 只能停留在以前吃过的 那些人的回忆当中 有多少人吃过的 可以扣个1 因为吃过他的人呢 到现在为止呢 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味道 那就更不要说我这种没吃过的人了 反正我也没吃过是吧 我也不知道什么味道 那直接做出来 蟹黄鲍鱼面不就行了吗 OK那咱们就话不多说 直接 正确 首先呢我们准备几个洗干净的小鲍鱼 这个鲍鱼呢 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20块钱4个 首先咱们先把鲍鱼给它拿出来 这个是它的胆水吗 没有这个是我第一次切鲍鱼啊 里面这个黑黑的东西 看这个颜色应该是不能吃的吧 原来可以这样取啊 它这个地方应该是不能吃的 我反正每次买鲍鱼的时候呢 我都看到他们好像没有给这个东西 好我们再给它打上个花刀吧 OK再拿去洗一下 再准备一点去腥三件套 算的话呢 咱们给它切成 打菜工饼 生姜切成厚厚的薄片 葱 好配菜呢 就是这些啊 等会我们炒的时候呢 再往里面放一点点油菜心 鲍鱼呢 已经有了 接下来就是蟹黄 蟹黄的话呢 这是我网购的一个蟹黄油 起锅倒油 油热之后 我们先放入葱姜蒜 炒香以后呢 再把四个鲍鱼丢下去 再继续翻炒 再加入准备好的这个蟹黄 再加入一点油菜心 菜心炒断生 往里面加一丢丢料酒 一丢丢白糖 盐 鸡精 胡椒粉 再来一丢丢红酒 然后呢 再加入一碗 昨天晚上老妈亲手熬的鸡汤 朋友们如果你们想学着做呢 又没有汤的话呢 可以用白开水代替 然后打到小火啊 关盖给它焖个十分钟 说真的啊 这个面呢 确实做起来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最后呢 我们再放入蟹黄鲍鱼面的泡面板 由于现在买不到啊 所以呢 没办法 只能自己做一个 当然呢 我们只用到里面的面饼啊 也是康师傅出的 这个无所谓 面放下去 再让它煮一会儿 关火捞出 今天这碗面呢 算还是比较简单做的 总共呢花了一个半小时呢 就把它给做出来了 主要呢 我用的这个蟹黄呢 是买了罐装的蟹黄 如果说买了鲜活的蟹 然后把它蒸开之后 再把蟹黄挑出来的话 那个时间就会比较长 但是呢 那个蟹黄一定会非常的新鲜 其实呢 我也不是怕麻烦 主要是买那个罐头的时候呢 我以为它蟹黄会非常多 但是我打开一看啊 50块钱一罐啊 里面一半蟹肉 一半蟹黄 这个真的是被它给坑了 好吧 那不管怎么样 总归这一碗呢 这碗面的成本呢 125块钱 那到底是什么味道啊 咱们来尝一下啊 来来来来 粉丝先吃 125元啊 真的 你吃什么不好 刚做的时候呢 对这个味道呢 其实还是比较期待的 但是我做出来之后呢 我发现啊 这个味道呢 有一点像是我之前做的 那个康师傅的鲜虾鱼板面 汤的话呢 其实喝起来呢 就是我们之前刚刚倒进去的 那个鸡汤的那个味道 来咱们裹上这个蟹黄啊 一起吃 我裹了这个蟹黄 味道立马就出来了 再来一口鲍鱼 其实吃面的话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如果裹了蟹黄 加上鲍鱼吃的话呢 我其实觉得 这125块钱呢 才真正的 感觉上是发挥出来它的价值 OK 125块钱啊 就这么炸完了 那最后呢 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蟹黄鲍鱼面啊 由于呢 我没有吃过原版的蟹黄鲍鱼面 所以呢 我只能单方面来评价一下它的味道 我自己吃的呢其实就有一股特别浓的那种海鲜面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 125块钱 这拿来干其他的 它不香吗 所以呢 如果有吃过蟹黄鲍鱼面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我刚刚说的味道 看看是不是跟你们吃过的原版的蟹黄鲍鱼面味道差不多 因为现在真的买不到啊 朋友们 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非常抱歉 因为这个东西呢 是你们给我点的 虽然说已经停产了 但是呢根据你们的要求 我把它给做出来了 最后呢看在大兴这么充分的份上 各位能否用上你手机剩下的电量 帮大兴给一个点赞加三连呢 感谢你们 最后呢咱们再回到视频开篇之前说的 如果各位想看自热火锅还原系列的话 想看的朋友们可以在弹幕区扣个1 如果说人数够多的话呢 下条视频咱们先来个第一期 还原某底捞的麻辣牛肉自热火锅 好吧那咱们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